驾驶好端端的开在路上 正准备行进十字路口时 左前方突然冲出一辆轿车 驾驶连岸两声喇叭 往右一闪 虽然躲过了冲出来的轿车 却撞上停在路旁的一堆车 旁边正好是东华大学的学生租屋处 车辆倒成一片 惊险车祸发生在花莲县受风箱 6月30号上午8点 只见白色轿车车头几乎撞成废铁 车头凹陷 挡风玻璃碎裂 无辜射波及的机车东倒西歪横躺路边 脱掉车来到现场将两辆轿车 一起拖回厂内维修 两车会碰撞 赵女会闪避丘性男子车辆 擦撞路边洗火停放之一部自小客车 及六部普重机车 造成赵女身体多处擦错伤 所幸改起车祸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双方驾驶也都没有酒驾 过过无辜照样的汽机车 赔偿责任以及车祸肇事比例归属 没有再进一步厘清 记得有留机下过去 希望欢迎来的综合报告